《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收看《風雲高》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 以及鮑偉聰也非常歡迎 多謝各位的加入和長期的支持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員在這 《風雲匯》 好了 這個特區政府這幾天見底 這些警察治港紀律部隊 是走去管行政和民政 全部是見到真的藏不到處 現在那些缺陷是出來了 最終這個所謂 《由亂及智》 《由智及興》 終於你不說這句 那些人更不怕 《由智及興》 輕一下輕一下 恆指由18000點 升到17000 17000 17000升到16000 16000升到15000 因為要說升 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跌 你不要說 恆指由15000點 跌到14000 這個由正常的算術和物理學的世界 這樣叫做跌 不是的 陶先生 但在中國現在這個叫做 《由智及興》 這個香港特區的那個 mindset的框架裏面 既然如果這樣叫做《由智入興》 恆指由18000變到15000 那個是升 不是跌 知道嗎 這樣 應該是這樣說 現在說 由18000開始 跌到17000多 就是堅守17000 如果17000跌到16000 就是堅守16000 升到14000 15000 這些呢 那個聲勢很好 凌厲 好了 最後香港 留在那些投資者 商界 看看不對勁 因為這個財政演算案 快要公佈了 公佈了 公佈了 這個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一度是瘋到 說要研究 這個開支 這個 資本增值稅 是的 這些說話 是想都不要想的 是吧 要不需要研究一下 食屎好不好呢 食屎好不好研究呢 哈哈哈 所以 這些這麼低致的說話 是令到很多人害怕 那 卻之呢 這些所謂的建制派 包括親中外國 現在呢 是紛紛出聲 頂不住 首先 這個星島日報 是訪問了 立法會地產及建造界議員 龍漢彪 匯德風主 地產副主席 及常務董事 黃光耀 也都是訪問了 福建幫的龍頭大佬 是盧文端 首先 這幾位 專業的人士 就嚴正指出 鑑於你這個全年赤子 創新高 在財政緊缺的情形之下 你這些交以洲人工島發展 是上屆政府提出的方向 當時沒有北部都會概念 就是說 你這個明日大嶼還搞什麼呀 是不是 我們一早說了 一早說 明什麼日大嶼 錢還何來呢 喂大哥 你這個前任林鄭 已經埋了幾個大地雷了 不要說港版國安法 你自己抱著來爆了 林鄭埋埋的地雷 第一 就是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現在知死了沒有 這個地雷已經引爆 第二 就是明日大嶼 第三 就是你自己加一個 叫北區大都會觀念 這幫香港 這幫親中外國呢 即是1997年 當這個香港的主權 初初交回給中國呢 是不是 以董建華為首這幫人呢 他自己呢 是為了掩蓋 他的施政無能 指手畫腳 動不動呢 就說 前朝港英埋地雷 那時候的親中那些 是不是 講足十年八載 好像彭定康靠害 為奕迅靠害 好像他們自己呢 是不會埋地雷 現在中國人埋地雷 比中國人更加厲害 現在林鄭就埋了幾個大地雷 第一 就是一小時生活圈 大灣區 蹦蹦蹦蹦蹦蹦蹦 這個地雷厲害 沒得拆 也都沒得停 所以我林鄭很厲害 這個中國人裏面的極品呢 真是要 果然是一件邪花 哈哈哈哈 第二 就是明日大嶼 現在怎麼辦 現在總之地產界呢 問什麼交易州 還填什麼 是不是 現在叫北區大都會更大 最慘就是 這些中國式的面子 你這些假大空的說話 已經爆響口 說了給他們的阿爺聽 就是他們的阿爺 習近平下來 是聽這個施政 這個狀況 或者叫他上去述職的時候 嗯嗯嗯嗯 響喉 響喉 嗯嗯嗯 這件事就大件事了 現在騎虎難下 洗濕了頭又如何呢 出資地產商和工商界 是適計一加一等於二的嘛 這次盧文端提出 如果政府真的想恢復樓市 為什麼不全部撤辣 就是把所有的額外印花稅 就撤銷 就不搞 其實我相信 陳茂波不是不想 是不敢 因為我們看看資料 在去年 那個額外印花稅已經減辣了 就是說 由三年減到兩年 另外那個新住宅 印花稅或者買家印花稅 就是說 非香港居民 要買樓的那個 已經減半到7.5% 就是原本15% 外來的人才置業 印花稅也實施先免後徵 就是說 如果你來到 是不用給住 直至到 如果你最後 你不是成為香港人 就才徵徵 但是大家看到樓市了 近年一些成交 剛剛對上那個禮拜的週末 單位數字 各大名牌屋苑 接著每個人 放血式離開 很多人呢 都虧一百幾十萬 起碼 有志及興 這個減辣措施 證明是無效 萬萬興 那所以 如果真的 陳茂波宣布撤辣 但是結果 最後都是無效 我相信 地產樓價 就會出現斷崖式的崩潰 因為撤辣這一招 是last measure 即是黃鋒尾後針 即是最後一招 如果你撤辣 你也救不到市 當然救不到 那所有人呢 告訴你也可以 太遲了 是吧 你現在不是撤辣 是現在 你知不知道 你派那個樹人畢業 那個陳國基 去瑞士 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西方列強 借著聯合國 問你 什麼時候不是撤辣 什麼時候是撤港版國安法 是啊 什麼時候撤走 是吧 現在 不要炸聽不到 雖然樹人畢業 英文程度很有限 旁邊有interpreter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撤辣 確實是 撤辣有用嗎 現在病入高方 是 三年前叫你 不要動態清零 你不聽 你是要鬥氣 西方列強勢力 叫你呢 港版國安法 不要亂來 不聽 就是要鬥氣 現在還要23條 因為周庭走老 而聲稱要加辣 是不是 你鬥氣 那個市場 就是跟你鬥氣 錢就是跟你 跟錢鬥氣 沒有用的 是不是 這個世界古往今來 哪個人鬥得過錢 美國也鬥不過 不過現在 美國是代表金錢最高權力 因為美鈔是他 為什麼 還有 你現在性幻想 以為 拜登 臨走前 今年會減息 他已經列明 將你中國 香港的敵對勢力 我減息就益了你 喂 你不用陰謀論 這個時候 你經常說 美國 亡理之心不死 亡理之心 會聽你的身場 因為設立都沒有用 減息 什麼時候減 是不是 因為地產商 為地哀求都沒有用 OK 地產商已經不買地 即是不投地 政府也都宣布 是不會推出土地 為什麼 大家明白了 因為廢是老土 跟這個切辣的原因一樣 如果切了辣 結果樓市都依然跌 這個政府的行政 或者面子 何在呢 所以 現在 這個龍漢彪也提出了 應該暫緩交易 州人工島發展 以及 考慮到北部都會區 還有沒有價值 因為 中環和尖沙咀的 所謂金融商業中心 已經出現大批 甲級寫字樓的空置 這兩個地方都已經租不出寫字樓 你還建一個北部都會區 給民建聯工聯會 賣借嗎 是不是 那裏更加沒有人租 沒有人去 就是嚴貨 你現在機場三跑 據說 都要機管局 放些人出來打羽毛球 是不是 喂 郵輪碼頭呢 那些商店呢 去到哪裏呢 那些大計 當初你是假設 美國英國外資 仍然當你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講過很多次 得罪美國 你得罪不起 你沒有資格 他拔條毛出來 粗過你特區 十個肥佬條腰圍加起來 你照下鏡子 和錢鬥氣 和美國佬鬥氣 沒死過 現在 你既然這麼囂張 美國佬現在在給你顏色 當他開始了跟你玩這一場大鬍 他是不會收手的 你跪在那裏 拿他的腳趾 現在拜登和特朗普都會把你一腳踢開 因為很簡單 美國有條件跟你玩 第一 就是他夾著你高息 他是不降息 因為你港元和美元掛鉤 那你不敢不跟他的息 好了 那反過來 和人民幣掛鉤 你有本事 他可以給你和人民幣掛鉤 不要跟美元掛鉤 那你就不用被美元脅迫 你可以不加息 你是很威風的 你是戰狼 你抱著美元大腿 哭喪幹什麼 你是民族尊嚴的 你怕所有人把錢唱完美金 然後賺美金的高息 如果你怕 那你就不要被人唱美金 像中國大陸一樣 那你那些人全部都是金融漢奸 叫他被 好像三年零八個月 一定要唱軍票 一定要唱人民幣一樣 對不對 可以的 現在你沒有錢 儲備下降 沒有水 讀了一條計劃給你 改用人民幣出糧 所有公務員 還有 現在你錢這麼跌 你公務員工 兩成出人民幣 兩成是拿來買股票 三萬警察率先 領先實行 將這個人民幣做出糧 作為一個典範 我贊成 是不是 好啊 因為現在香港是靠三萬警察 還有這個百多億的國安經費 來維繫 當然是由他們新鮮市出 先跟港元美金說NO 然後全部出人民幣 由自入興 那我就宣讀一下 一個2023年1月至今 香港大營連鎖零售店 減縮或全線結業的 由自及興的名單 好嗎 這麼震撼 最近就是沙田一田百貨 加興超市 叫一團豬手專門店 慘了 還有澳門巨機餅家都走了 全線結業 撤出香港 SOGO崇光百貨 成李桂圓 尖沙咀分店結業 Living Plaza 至少兩間分店結業 另外還有 台資方面不用說 有間真主丹茶飲店 美資方面 運動服裝品牌 Foodlocker 當文力餅店 漢堡班包店 Ossi Grill by Outback 另外 韓芝 美裝品牌 Edude House 真是名字 惡毒 法文再加英文 新安東元祖 邋邋邋雞 這個叫做 鄧雞專門店 聽說 滿記的甜品好像都不在 許樓山 那些全部都雞毛鴨血 這些是香港什麼 歲月回憶的品牌 幼稚入興 那個成績是相當可觀 另外 韓芝那邊 最近的韓國基金 信錯了中國和香港的股票 大手大手扔下去 誰知道你低處還沒算低 喊禁口宣佈走人 是不是 所以你限韓令不要緊 限限限限 韓國真的自己限制自己 是不是 所以出現一個這麼偉大的 由自入興的成績 估不到一片哀嚎 OK 就前財政司司長 這個曾俊華出來說 他說 在街上看到那些零售業很嚴重 胡蘇貞說很嚴重 那由自入興 怎麼會有嚴重呢 是不是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了 曾俊華當初說 郭族這個特首 跟林鄭對壘的時候 就被親中說 她是有美國勢力的 是吧 阿John 不要這麼多話說 你一出來說話 顧著被親中愛國說 是你跟美國佬做代言唱衰 他們那個經濟 是不是 所以現在 每個人都頂不住 開始發出痛苦的哀鳴 不是喔 陶瀋 陶瀋 跟據特區政府的說法 不是這樣 李家超針對記者的提問 他說 股票市場 港股連日下挫 他說密切關注股市的波動 但是不見有不尋常情況 跌一千幾百點都沒有 很正常 是啊 他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仍然充滿競爭力 你們說是不是 陳國基出席瑞士日內亞人權理事會的時候 也都說到 這個貫徹了這個選舉制度完善 什麼動亂惶恐過去了 現在香港的市民繼續享有權利和自由 也都呢 智力促進 經濟蓬佩發展等等 這位樹人的高材生 陳國基在瑞士人權委員會說了一句話都挺好笑 他說 一國兩制是香港成功的保證 鬼不知道嗎 但是你現在有一國兩制嗎 嗯 他醒啊 他不敢在瑞士那裡說 國安法是香港成功的保證 也不敢說23條 是找回現在已經不知是否存在的一國兩制出來說 現在全世界就說你沒有一國兩制 你們那個發言人都說 《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一國兩制也都成為一個歷史狀態 陳國基就說呢 經過選舉制度完善之後 動亂中惶恐到日已成過去 社會治安穩定得以回復 香港重回正軌 問一下各位 現在沒有黑暴 沒有人阻街 封路 什麼都沒有 大學全都沒有平靜 也都沒有人上街 好了 應該是經濟蓬勃的 為什麼現在樓價跌這麼多 然後股市跌至一萬四千多點 都試過 整個國際貿易差不多 現在已經大不如前 那怎麼解釋呢 既然你已經說到現在是 由亂入自由自及興了 為什麼客觀的經濟環境會是這樣 其實這一點是解釋不到的 是呀 現在終於有人頂不順 要出聲明日大嶼 人工島和北區大都會喊停 是呀 那面子怎麼下得 這個明日大嶼 是林鄭月娥 埋下的地雷 是她的洪安區 是嗎 而這個北區大都會 就是李家超的洪安區 洪安區是不須得的 對於我們習大大來說 是吧 一聲另下 一定要直對的 對嗎 所以現在 香港未來 幾年 這個財赤和沒有辦法開源 這個兩入圍出的基本法 底線崩潰之下 它將會加速融入中國 成為中國東南沿海 一個普通城市 這個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 現在施永青還提議 政府容許市民 拿部分的強積金 NPF出來買樓 我覺得這招真是 很有幻想力 你認為 可以拿出來就會買樓了嗎 市民 現在的問題 可以出來買嗎 買英國樓 是的 如果拿出來可以買英國樓 那又可不可以 施先生 不如你這樣 你將中原地產分流 在英國開國 專門為香港BNO 是的 在英國買樓 我們幫你 很多人沒有公開 包括小弟 如果你需要一個區域經理 你益下我 買一個BNO 撐你 是不是 所以施先生 我願為中原地產效力 施先生 最近被很多人鼓掌 說他越來越為香港人說真話 說真話 真是好 包括他突然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台灣的中華民國 是兩個獨自 互不相干的政體 無端端地說 他很大膽 他一向都是這樣的 以我熟悉的師生 他是很好的人 我們當然知道 現在的台灣 我們是要爭取他們的民生 你爭取不到的民生 他們怎樣回歸 他首先問一問政府 是不是先實行社會主義 現在李家超政府 我就想問一下他 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 還是資本主義 我們知道這個人生 是很不穩的 人生是要穩定 你要有些措施出來 這個就對了 施先生 如果真的 是一個香港下一任特首的人才 是吧 他那個人 其實都 私底下來說 都很講道理 不過呢 言歸正傳 你現在說到 是這樣的 雞毛鴨血 這個特區政府 那個高官 還說到 形勢一片大好 最近 跟大躍進一樣 某產十萬斤 所以說現在 升和跌 黑和白 對還是錯 是進入了一個1984歐威爾 這個英國小說家裡面的 迷離狀態 現在呢 港股堅守著 一萬五千點 慢慢守 不要緊 還有一萬五千點守 是吧 幾好啊 那麽呢 就盧文端 這一位呢 福建幫元老 我們也知道呢 他呢 是跟這個 現時的 習大大 那條暗線 家庭方面 一路都遠遠留場 是吧 他呢 就驗證 指出 特區政府 應該吸引西方指金 如何吸引外資來港 成為迫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 下令 這個叫陳茂波 下月發表的 財政預算案 要提出方法 爭取 記住啊 西方指金啊 不是中東啊 不是俄羅斯啊 勞前副 連前副主席呢 是標明 是要吸引西方指金來香港 就是說呢 你這幾年吹奏 你不怕啊 俄羅斯 主義抽資走 有普京照著 有俄羅斯資金 有中東照著 即是在盧民端的 這位智姐眼中 通通bullshit OK 要你吸引西方資金就難了 請問你現在如何吸引西方資金呢 西方英美文明國家開出條件 現在大件了 是吧 隨時 是說那個資金走定流 是視乎黎智英的判決結果 是吧 是吧 有一條這樣的暗線 是吧 是啊 所以你如何吸引呢 是吧 就根本呢 大臘都扯不上 雞同鴨港 所以這些呢 又是空談 陳國基和李家超 我告訴你 盧主席 是做不到的 還有啊 陶先生 我很亂啊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香港 是大好形勢 經濟蓬勃 還是好像盧民端那樣說呢 這個情況 因為呢 大公報也都說 香港那個旅遊業呢 本來都是重要的 他說現在絕地求生 重新定位 有絕地嗎 那我不明白了 那既然陳國基 李家超說到現在形勢大好 股票又沒有問題 那何來絕地呢 大公報說是絕地的 那即是說香港不行了 那這個為什麼呢 這一點也都令人很疑惑 所以呢 現在呢 出現一個 鐵達尼沉船 但是之前那兩個小時 我們看到 James Cameron那套戲 在甲板那些人呢 是慌張分亂 當然呢 是兩個不同的 那我明白了 鐵達尼那時候 在英國有貴族的 是不是 還有一些 很 很 李家超 陳國基 那些就是 拉小提琴那幾個 是 他就著小提琴 去陪伴鐵達尼沉沒 不會 第一個走 怎麼會 第一個想 扮女人上救生艇 這是中國人來的 大哥 不是那時候的 英國貴族 哦 即是扮個假髮 扮女人上救生艇 不是 所以你不要亂說 那 最近呢 一位呢 資深的親中外國才女 包括這個叫 愛護香港力量趙澤人 陳正心小姐 那最近呢 好像呢 真是忍無可忍 發表了一篇 長文 這篇文章 厲害了 是吧 就是針對這個叫 尤治入卿 這個神話呢 阿姐她呢 就竟然 劈頭地說 是吧 我已經對李家超政府 忍無可忍 哇 這麼激 但投訴無緩 我現在以一位香港 普通老百姓的身份 在微博 大陸的微博 向李家超作出控訴 自從李某上任特首之後 我只看到 現屆政府 天天想盡辦法 精神虐待老百姓 哇 這些指控很嚴重的 對不對 他說 指出以下呢 是六大罪狀 第一 香港泊車位呢 是嚴重不足 但是警察瘋狂抄牌 甚至呢 故意在公廁門口呢 是惡意埋伏 令到開車賺食的 正當的司機呢 是動不動呢 就扣分停牌 停牌等於失業司機的家庭呢 遁失所以 第二 鑽足阿公阿婆過馬路 陸公仔閃動時過馬路都要拉 偉偉二千元 母情港 連那些老人家都被人 剷租名搶 第三 陳政心找者嚴正指出 陳茂波聽著啊 紙皮箱是賣錢的 一般店舖 將紙箱放在門口 等那些公公婆婆去賣錢 想不到食環處 竟然向店舖發告票罰款三千 第四 每間食肆關門之後 都會將垃圾站放門口 有指定人員送去垃圾箱 但食環處故意在食肆門口埋伏 然後呢 就發三千告票 當員工呢 暫時放在門口的垃圾 放一放就收三千 然後遭到陳政心指證 誣衊他們隨處頂垃圾 李食環處說那段片說那些 環保袋很薄呢 說是無別 現在陳政心說你食環處無別 好了 跟著 視頻中的掃把是整條街商鋪共用 現在食環處天天沒事找事 連一個手把都容不下 不停想問這個手把 是誰的 是誰的 左街要罰款六千大元 第六 現在再來個 聽著啊 陳政心定性為 禍害全港的垃圾徵費計劃 將來不小心 雕塞一袋垃圾 罰款五萬 最高判監六個月 裁測嚴重 政府還浪費五十五億公帑 打造一座五色級豪華監獄 原來為這些 垃圾徵費的老百姓而設 然後 陳政心悲聞 以李家超這種矯枉過正趕進殺絕的管治模式 香港又何來有幸福感 許得不知就裡的香港老百姓 就短頭指向中央 說是中國共產黨命令李家超玩殘香港人 這句話寫得很聰明 話裡又橫 就即是說 李家超後面是中國的指示 是故意搞回整個香港 這個指控是相當之嚴重 然後陳政心最後定性 在李家超管治下的香港 已經成功變為一座死城 不容許老百姓對政策有反對聲音 動不動就用遠對抗國安法來恐嚇老百姓 嘩!我看這段時間 我還以為蘋果還沒有倒閉 還在出社論嗎? 原來不是 是吧? 嘩!陳政心的據聞 我請你靜一靜心 是吧? 這樣瘋狂地去攻擊我們李家超特首 都不是很公道的 是吧? 因為李家超當初是你們親中外國 是吧? 大多數 絕大多數 一個候選人 是你們選舉委員會 壓倒勝選出來的 怎麼可以說是中央 把他在謀害全香港呢? 你這樣說法 不是很公道的 是吧? 會不會? 是吧? 是吧? 因為陳政心 後來已經淡出了社運界 據聞他住在深圳 但是竟然對香港的情況 這麼了解 這麼關心 這一點是挺奇怪的 人們不禁要問 這些是否在一起孤立的事件呢? 即是用中國人的鬥爭精神 現在習主席鼓勵你們鬥爭 還是他後面有一股正義的勢力 是吧? 他活躍的年代 透過對某一人 是提出一個嚴厲的警告 他活躍的年代 是2013、2014的時候 大家想一下 那個時候是誰做特首 那個段時間 這種也是不謀而合的 你和很多其他的言論 是 因為現在習近平主席提出香港 親中愛國的 就要一個鬥爭的精神 我們都看到陳政心這一隻 針對李家超的鬥爭精神 是相當落實到 習近平治國理政 以及他的核心思想 當然他指出這六大罪狀 以及勞民端 以及地產界嚴正 是要求 或者下令你陳茂波 好像為之財政預算案 你可以看到現在香港這個 有志入興 是多麼輕盛 我們不作任何判斷 是吧 種種的可能都有 我們以中國人政治的行為 去推測後面的動機 以及非常之有趣的可能性 我就覺得現在 既然特首和陳國基都這樣說 說到香港現在是沒有問題的 股市是正常的 亦是很繁榮的 我相信香港市民 就相信 樓價如何下跌 還有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到底是否有一件這樣的禍害 她的媽媽 十月懷胎 生了這塊地雷的林鄭 是不是應該出來說兩句話呢 還私私叔叔 拿著那個手推車 在香港那裡購物 被人家後面標形大漢 全程跟 很奇怪 其實她那時說過 是明日大嶼 有人說動你那個明日大嶼 怎麼行 是吧 是你年年考第一想出來的天才構想 我經常以為她被人撞到那裡是在倫敦 因為她說過 最開心的日子是英國的 是嗎 買菜為什麼不是在英國呢 英國有很多開心的日子在等著她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風雲谷成立了短短年半時間 就突破三十萬訂閱 真是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而會員專屬頻道風雲匯 人數也都持續上升 陶生同胞常每個禮拜都會為會員更新專屬影片 現在就不如看一下以下的最新一分鐘精華 她用一個很有趣的邏輯 她就說 我明知道這些片 會被你們拿來截圖來搞 所以我就下了她 這位蕭聖的KOL 幾十年的那種很低級的鬼電作風是一致的 其實這群的恆大歌舞團 是拿來招呼 或者建立她的網絡關係 換言之大家姐妹那麼高那麼大 可以說沒有一條是許家印見過的 你的太子怎麼見過這些 在加拿大讀完書回來 通常這個時候 是會盡快和你揹一件出來 是 無論用大頭針刺穿也好 或者叫你不要用也好 一定會叫你揹一件出來 是 拿來做人質 沒錯 即是中國的情報系統的風格 是吸塵機風格 一 過去 她什麼狗屎垃圾 你認為沒有用 她全部都垃圾 然後她會慢慢分流 和慢慢進入她的系統 是否意猶未盡呢? 在本片描述欄最上面的連結 一按就可以加入會員 如果大家想長期支持我們 記得現在就要先Like這條片 還可以用超級系列支持我們 當然更希望的是 大家能夠同時加入陶傑 和薄偉聰衝心直說Patriot 令我們可以精益求精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好的內容 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